《空心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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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接着刚才那个问题聊 我们聊得很细 成为空心村 就是从01年到16年 到了这个社会的发展 大家的一个观念就转变 转变了之后在家不行了 要去外面去发展 所以一个开一个一个开一个去 就留有老人和孩子 我是潘思雪 我是郡州省雷山县 麻料银匠村的一名银匠 当然是我整个麻料的第一个工坊 很多方面的去鼓励他们 他们就永远的去返向回来 把整个麻料做得热闹起来 以前包括以前 现在都是一样 苗族人以白银 白为城市最高 最高城市的一个 财品 我们苗族 它是一个迁徙的 然后在迁徙的过程中 它是当时的一个战争 泛滥很混乱 当时的我们交易的货币 全部都是大洋 于是粤宝 我们怎么这样才把这个东西忍走 那就是他们想到这一方 去打造一个饰品 原来是这样子的之后 才能把这个手工艺 才慢慢的这样子形成来了 所以我们现在苗族仪式 它有很多的一个元素 都是有蝴蝶 花 鸟 那就是一个象征一个财富 衣服有二三十件 去组装成一件衣服 它包括项圈 它有两三只 还有耳饰 还有手饰 还有这个头饰 腰饰 包括衣服上的一些衣领 还有服装上的一些银片片 盛装 苗族的审美的区别 它就是以多为美 以技术为美 以创新为美 一件好的作品 它就是整个一个构图 设计的一个图画 协不协调 好不好看 流不流创 我们这边80%的都是做银食 我们小的时候 我们肯定是篡在整个村子里面 每个角落走 走到每个角落 都能听到听听当当的声音 但到了这个社会的发展 就是说交通方便 然后外面的市场开阔 所以各个都是去外面去发展 它就成为一个空间出来 記憶深刻的那個時候 村子裡面很破爛 破我們的屋簷上 沒有那個瓦房 全不是用什麼 用這個樹皮來蓋雨 總以為自己去外面會出一個自己想要的這種生活 自己去外面四處碰壁 然後包括洗車 去秦航上班 然後做皮鞋廠 然後去做工地 然後做電子廠 做五金廠 還要去做一些陶瓷的天花廠 始終尋找不到自己一個喜歡的這種事情去做 所以回到家裡面了之後就遇到我堂哥 然後我堂哥說 你想不想做這個優勢 我說想啊怎麼不想 然後我師傅就把我收圖了 但是師傅才教我兩個遍 教我兩個遍就把我踢出師門了 他說必須要獨立 那我就只能自己回來學 沒有客戶 技術也不好 也還是從一開始 那個時候我們的工作的那種 精武之能很大 從早上九點鐘起來 一直蓋到晚上的十一十二點鐘 當時也感覺很充實 一點都不累 也就是一直在為別人去做訂單 想自己做出一個屬於自己的東西來 我要做新品 我要做新品 就是這樣子 然後我就去跟村裡面的一些有思想 有想法 有想反向創業的這些年輕人 去說這個畫這個夢想 以後馬料會成為什麼一個狀態 本來我們這個馬料銀鏡村 它就是營宿產業為主 那是不是我們應該先返鄉回來 先做一個核心點 然後加上政府這邊一個吞管 我們馬料會不會起來 然後再結合這個村兩委的一個幫助 然後我們成立的這一個馬料銀鏡 刺繡有些公司 然後在17年的這個所有的籌備 包括來改裝這裡的一切 整個馬料的第一個工坊 就帶動了十四架的這個工坊 反向回來回到家裡面 各自的去裝修自家的一個 底下的樓層 紛紛地去工作室開了幾乎 我們都會接到了第一批客人 遊客 然後一下子整個馬料就變得熱鬧起來了 作用銀將來超過六百多 我也從來沒有去想過 我現在會成為一名銀將 因為當時我在學習過程中 我父親看到我做的東西 他都是叮叮他 這個展比我聰明多了